各位投資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中貞 大家去想 其實你在大多頭行情裡面 你特別會喜歡什麼樣的股票 其實在所有的多頭裡面 大家都會偏在所謂的IC設計 IC設計或是說晶圓代工 好 大IC設計跟晶圓代工 它主要就是說 它的獲利比較高 它的獲利爆發力強 那就加上說它的想像空間大 那幾乎說所有的IC設計 或是說晶圓代工 它可以稱之為是沒有任何天花板 它的爆發力非常強 所以其實在一段大多頭行情中 市場上不論說法人還是說散戶 特別喜歡做的就是IC設計 但是你可以發現到 從今年開始 IC設計它反而相對來講比較疲弱 那一些在去年相對不起眼的股票 反而是漲上來 有一種豬羊變色的感覺 尤其是在四月份 從三月十七號聯儲會正式升息過後 整個市場的氛圍幾乎是完全相反過來 是不是 去年的強勢股 去年的熱門股 全部都變成弱勢股 去年的弱勢股 全部都漲上來 其實這就是跟整個市場的氛圍 跟大盤的位階有很大的關係 你去想 就像剛剛所講到的嘛 為什麼在大多頭行情中 那大家會喜歡去做IC設計 因為IC設計它的天花板高 爆發力強 想像空間大 那也代表說它的本益比可以被上調到非常高 那當然說這個東西是相對的 一旦說行情不好 行情震盪 那這些IT設計類股 它下跌跟修正的幅度一定也會比較大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說在今年 很多的IC設計 你認為說已經跌得夠深了 但是它卻不斷在破底 好像跌不完一樣 不斷在往下回跌 關鍵就在這裡 所以你去看大盤 今天大盤其實一樣是比較疲弱 加權指數是持續下跌 貴買指數今天一度是要跌破前滴 好 那你去看 其實在去年越不起眼 今年會越會飆 去年一些你連買都不想買的股票 今年全部都會飆起來 其實你就想 在去年這樣子 去年它可以算是非常標準 大多頭行情 不但大多頭 它還是大型的資金行情 甚至可以說這是二三十年來 最大的一次行情 去年 去年跟前年 好 那在這樣子的行情 不要說股票會不會漲 有一些族群 有一些個股漲得太慢 漲得太溫 都會被嫌 是不是 去年大家不是在比說會不會漲 而是說比誰漲得快 漲太慢就說你會漲 市場上還不要 所以這就是整個大多頭格局 跟現在行情的寫照 它其中是有不同 所以其實在今年的操作觀念 其實很重要 一些在去年大多頭行情中的股票 在今年都盡量去避開 反而是在去年 你連看都不想看的股票 今年會相對來講會比較強勢 所以其實在現階段的行情中 很多人會陷入一個迷思 會覺得說因為說 所有的媒體 甚至說很多的分析師 都會這樣去跟你洗腦 現階段的台股 它還是處於一個大多頭行情 行情沒有任何改變 跟去年一樣好 但是你去看 真的有到這麼好嗎 加權指數我們什麼都不講 不去看經濟面 不去看整個總經面 通膨都不算 我們單純去看技術面就好 大家最熟悉的技術面 藍色是年線 粉紅色這一條是月線 月線下彎又壓在年線之下 就算單純去看技術面 還是非常弱勢 雖然說現階段的台股 它是不至於說到空頭 它可以算是說 還是在多頭行情中的一個修正 但是中短線來看 它絕對撐不上強勢 它是在年線之下的弱勢整理 既然是弱勢整理就像我講的 當整個大環境不好 比較沒有到這麼的穩定的情況下 IC設計跟晶圓代工 它的評價反而下修的程度會比較大 是不是 很多人會有這樣子的迷思 覺得說現階段好像被洗腦 現階段行情還是在大多頭 所以會一直執著去一些IC設計裡面 覺得說什麼樣的股票 跌得夠深我可以去低接 但是其實不需要 就算你去低接一些像記憶體 像成熟製程 低接這些跌了三四成的股票 頂多它也就是反彈個5到10% 這沒什麼意義 所以這些股票 今年還是去避開 相對在去年 比較不起眼的一些族群 今年全部都會崛起 因為這個東西是相對的 當環境不好 當整個盤勢不好 反而是相對穩定 相對比較溫的股票 漲勢會比較強 否則你去看華星 300多億的股本 怎麼有辦法說 在短時間標出了50到60% 是不是 所以在現階段的格局 對於很多投資人來講 會覺得說很難操作 我覺得說你換個想法 你從IC設計的框架跳出來 你會發現在這一塊 其實選股反而相對會比較容易 你去看 從大盤跌破年限過後 4月7號過後 我們電子股的比例 是比較少在帶 多數是在一些綠能相關 包含像離岸風電 上尾投控 四季鋼 元金 這些都是 包含像是元金帽底這些 電子股我們帶的比率 算是說比較低 我們唯一有帶到的 就是先進製程 先進製程加上像是網通 好 其實網通它就是非常典型 在去年 大家連看都不想看的族群 你去看網通股 網通股的質疑 中壘 甚至說起跡 在去年它可能就算有上漲 市場上也看不上眼 要嘛漲太慢 要嘛說漲的速度不夠快 漲幅不夠大 是不是 但是也是因為它是去年 沒有因為疫情的影響 出現大幅度的爆發 所以放大了今年 反而它沒有什麼下修的空間 資金反而會轉過去 所以就像我講的 來 你去看 其實你在今年 應該說只要說指數在年限之下 你就用這樣子的邏輯去思考 去年越不起眼 今年越會飆 其實飆股是很容易選出來 來 你去看 3596的致意 當時有講過 這一段行情指數一跌破年限 一跌破年限 我們就開始在講網通 因為網通在行情不好 它反而相對會比較強勢 4月18講完 本週一 本週一公開預告 出清省準 我們轉到 激起相對低的日益 4月21過高到130元 今天再大漲了將近5% 網上拉最高到131.5 是不是 你說這一段 這一段網上拉 它幾乎是完全不受大盤的影響 大盤怎麼走 它完全不去跟大盤 它就是自己走自己的路 這就像我講的 當行情不好 很多相對來講比較不起眼的股票 它反而會受到資金的青睞 所以我覺得說在現階段的行情 除非指數占回到年限 否則包含像是IC設計 一些高科技股 盡量都先去避開 我們就是朝向這些特定的族群 先進製程 或者說電動車 網通這些下去做操作 包含綠能也是一樣 然後還有另外一塊像生計也是 你去把整個 我們以年限的格局來看 或是說月限也可以 其實生計族群 它在4月份算是剛轉強 那我認為說在接下來的行情 這一塊都會持續在擴散 好 那質疑漲上來之後 你去看 質疑這一端 完全不受大盤影響 包含像5388的中壘也是 5388的中壘也是非常典型 網通龍頭之一 這個位置 大盤在震盪 可能有跟帖 可能有跟著震盪 但是它整體格局 絕對沒有改變 來這裡 4月21 星期四漲9% 今天開低走高 中場一樣是收紅 上漲1% 是不是 非常的強勢 那幾乎整個網通族群是在 它的漲勢幾乎是贏過了 9成以上的電子類股 那這就是我所講的 其實在年限之下 看起來操作空間比較小 但是你換個角度去看 反而我們是縮小的選股範圍 那什麼樣的股票可以去買 反而會更明確 是不是 所以其實你用這樣的邏輯下去做選股 你不用去管說指數什麼時候 站回到年限 就像我講的 你硬要說現階段台股強 哪裡強 絕對不強啊 現階段的台股被壓在年限跟月限之下 光是技術型態 它就需要花一些時間 才有辦法去消化 那我們就看說 資金在年限之下 它會轉進什麼樣的族群 去年越不起眼 去年獲利越差 其實在今年 它的想像空間會越大 就像我說的 你去把年限當一個分水嶺 那所有的法人機構 投資銀行包括像華爾街 它的風險承受度都會有所不同 年限之下它願意去冒比較大的風險 但是年限之下 它只願意去冒相對小的風險 這個時候像是一些 有長線趨勢保護的股票 就會來得比較強 所以像中壘 你說中壘有受大盤影響嗎 絕對沒有 或是說 短線上可能會受大盤震盪的影響 但是一旦大盤稍微直穩 不需要回到前高 它就會直接回到起跌點 是吧 包含像是本週三 再加預告的6285的起跡也是 當時有預告 從省準出來的資金會轉到至億 再來中壘 起跡相對基期也是比較低 這裡 少數SpaceX認證的路由器 全年6以上 80以下都便宜 往上拉 昨天漲2.4% 今天大盤一樣不好 漲1.5% 這個位置是不是 漲幅看起來沒有到非常強 但是相對相比之下 它卻贏過了9成的電子股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如果你不要去看大盤 你不要去管大盤 我們就單純以族群 跟整個市場心態去選股 你會發現到 其實你不會覺得大盤有這麼差 你如果完全不去看大盤 那就看我們在4月份 操作的族群 跟操作的標的 你絕對不會覺得現在行情不好 我們從離岸風電 這樣一直操作上來 從上尾頭控 四季剛 東元 那一直到太陽能的元金 那再一直到像是 包含像先進製程 中砂 森陽辦 這些我們也都出清了 那像是網通 網通的中壘 智翼跟起跡 這些都是 你光是單純去看這些族群 你絕對不會覺得 現在行情沒有太大的空間 你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合理的 多頭行情 其實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相對的 你如果說 我們先不要去管指數的位階怎麼樣 指數長到哪裡 它的位階怎麼樣 我們都先不管 我們就把年限單純當成是一個分界點 之上它會去漲一些比較強勢的IT設計 之下它會漲一些相對來講 比較穩定的長線趨勢產業 你單純用這個角度來看 你會知道說 其實不管說指數在什麼樣的位階 尤其是現階段 面臨到這麼多的消息面 它都有會上漲的股票 所以就像剛剛所講的 其實在今年 你說今年它還是持續一個大多頭行情嗎 其實不是 今年它是正式進入了升息循環 那正式進入升息循環 你絕對沒有辦法跟去年相比 去年是一個標準的大多頭行情 但是到了今年 它就是一個升息循環 資金量會減少 會漲的股票一樣會減少 那很多在去年 本益比被上修到非常高的一些 IC設計股 它的今年股價一定會被下修 所以就像這一塊嘛 就像這一塊 年限之下 那我們要鎖定的是 具有迫切性的趨勢產業 電動車率先進製程跟網通 那非趨勢產業這一塊 承受製程面板 面板驅動IC 機體消費性電子這一塊 有反彈就要去出場 有反彈就要去出場 很多人會覺得說 是不是下修已經到了一定的程度 可能說好像聯電跌得夠深了 優達跌得夠深了 但絕對不是這樣 去年太好 甚至說可以說是前年太好 所以它的下修幅度會非常的大 你說跌了五成算多嗎 如果你一個中長線的趨勢來講 也許五成不算多 甚至說它只是剛跌到了一半 也說不定 所以在這一塊 剛剛好下周 就像我講的 這一塊的龍頭在下周 剛剛好 它都召開法說會 預計 短線上還是會釋出利多 它會醞釀這整個族群的反彈 跌升後的反彈 成熟製程對應到聯電 面板對應到友達 驅動IC對應到敦泰 記憶體對應到旺宏 消費性電子 盛詢聯發科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時機 算是銜接得非常的剛好 銜接得非常剛好 下周利用反彈 只要說這些龍頭股 法說會釋出利多 醞釀短線上的反彈 反彈上來之後 把資金抽出來 我們就順勢 順勢把資金轉到這一塊 來這裡 這一張表 我們從3月下旬 就開始講了 這一塊 4月份的最後一週 因為它會提前去反應 5月5號聯準會 第三次的利率會 所以預計在這一週 它會出現量縮整理 會出現震盪 我們就是利用這樣子的機會 去把資金抽出 接著就是往 就是往5月5號過後 新的標股下去做佈局 5月3號跟5月4號 提前去卡位 我認為說接下來的行情 只要說 我們就有年限當一個指標 只要說指數是持續在年限之下 它會持續在綠能相關 持續在先進製程 這一塊下去做擴散 最重要的是像是生計也是 生計我們不侷限於說 新藥或是像是快賽試劑 就整個生計醫療的族群 我認為說在下一週 或是說下一段行情 它的資金會陸陸續續開始擴散 所以把握機會 下週是調節持股最好的機會 手上持股不知道怎麼調整 或要跟上新的投資組合 利用廣告時間直接來電 先進一段廣告 從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及大盤 普爾堅持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到封城伏蘇 最多基本面到深夜市泡面 普爾堅持衝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量 唯有摩爾 英文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來來幫你幫我 既然要過去好 都不用不了幾歲的背後 要讓他天天緊緊陪著我 用保利劑夾牙黏著劑 讓夾牙密合穩固 不卡殘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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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利劑夾牙密合穩固 麥當勞韓風炸雞腿 甜辣比例完美交織 韓國直送正宗醬料 嚴選雞腿入味多汁 麥當勞韓風炸雞腿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一架子 我們這個團一個很大的特色 都是每一個人都180以上對不對 還有人謊爆身高 可能長太高沒有辦法進入這節目 所以我就 通常都是身高矮的人 在謊爆身高高 就非常高 他自砍身高耶 I want you in my arm 法國一個地方緊緊接吻 A 用刪去法 在醫院呢 常常會有這種感人的 可不可以生離死別 要死了清一下是會怎樣 對 要早了清一下也不會怎樣 對…也是生離死別 聽附念慈安全明星攻略 最專業深入的追蹤 最權威公正的評論 最真實的聲音 都在數名大國家 朝一到週五 每天下午4點晚上8點 盡情鎖定中視新聞台 所以這股票市場 其實非常多的東西 它都是相對的 包含說利多 包含說股價 包含說市場心態都是一樣 市場信心充足的情況下 也許說好在去年 去年像是面板在漲 或像MCU在漲 你隨便去這個族群裡面 隨便買一檔都會賺 但是今年不一樣 今年升息下去 升息循環的環境之下 資金只會去最有效率的地方 那說去年因為說資金量很多 資金量很多 所以資金它可能說還不錯 有機會 它全部就會進去 但是今年因為說 它一定會去把它的效益 發揮到最大 那也沒有辦法說 什麼樣的族群 它要漲 你隨便去買一檔就會漲 就像網通也是 網通我們這樣一路講過來 但是如果說你隨便去買一檔 它不會漲就是不會漲 甚至說如果說在本週 相對強勢的是網通族群 但是如果你在本週去買神准 它是下跌的 是吧 昨天還跌停 所以等於是說在這個時間點 上漲的股票 絕對還是有一定的數量 但是它的操作難度一定會提高 那就像我講的 你去看 其實以大盤來講 很多人會說 現階段的台股 是不是走一個空頭格局 或是說它的 整體比較弱是沒有空間 我覺得說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換個角度看 如果你去這樣看 你去把年限當成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中間值 你把它分成左邊跟右邊 其實你不會覺得說指數現階段的位階 它有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說你單純去把年限 當成是一個分水嶺 資上會有資上的股票 資下會有資下的股票 你不用去管說指數在什麼樣的位階 或是說它目前是多頭還是空頭 你用這樣子的邏輯去思考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不論說在什麼樣的位階 它都有適合操作的標的 在我這兩大平台 Light跟Telegram IT就是WE178 WE178 前面就是假假老鼠 這兩大平台非常重要 會告訴你說一些產業趨勢 那最重要的是 跟市場上多數人都不一樣的想法 股票市場是二八法則 如果說你的想法跟多數人一樣 或是說看法 怎麼賺得到錢 是不是 所以我的看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在不同的時間點 你說 為什麼投信在這樣子的行情之下 它還是會去買超 這是法規規定 它沒辦法去做空 它只能去買進 既然只能去買進 它一定會去挑風險比較低 有大趨勢保護的產業 那這些產業相對它就會比較強勢 那其實你說有長線趨勢保護 風險相對低的產業 這就是在去年你看不上眼的族群 包含像是一些風電 包含像太陽能 包含像網通這些都是 所以其實你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來去看 飛去是產業 你去把這些股票全部都避開 年限之下避開這些 承受製程面板 驅動IC記憶體消費性電子 你把這些股票全部都刪除掉 其實台股會漲的股票 有機會上漲的股票 不過也就剩大約是500到600檔 你大約可以剔除掉將近1000檔的股票 那這些股票不要去碰 其實不就變相是大大提高 選出標股的機率 沒有錯嘛 所以為什麼說在這段行情裡面 從4月初開始 那我們從離岸風電 那一直到太陽能 再一直到網通 你單純去看這樣子的操作 你不會覺得大盤到底有多疲弱 或是說大盤它受消息裡面影響 有多嚴重 絕對不會 來說你去看 3596的致意 它就很典型 在去年它是一檔大牛股 其實市場上沒什麼人注意 但是因為說它在產業的關係 去年只是缺料 去年沒有賺的 全部會避延到金錢 今年往上拉過高 這個東西就很標準 你去看 大盤它雖然只有稍微的 大盤它不算說反彈 它只能算是初步的直穩 它只是初步的直穩 致意馬上就過前高 它就直接漲過了起跌點 包含像中壘也是 5388的中壘 這個位置去買進 它短線可能會收到大盤的震盪 但是一旦說大盤 不需要回到起跌點 只需要直穩 直接過高 是吧 包含起跡也是 橫盤了這麼久 其實起跡也是很標準 你去看 橫盤了這麼長的時間 大約是2到3個月 為什麼起跡 你說它的基本面 有沒有變化 沒有變化 起跡在年初 它今年預估EPS就是6元 甚至說起跡它的產業面 像是它已經先打入 像SpaceX認證的家用路由器 這項利多 我在去年就講過 為什麼說利多沒變 今年預估獲利沒變的情況下 它會在這個時間點上漲 市場心態在變 是不是 所以說 你去看起跡 在這個位置 其實你去問非常多的投資人 大家都知道 這個位置起跡它是一檔 還滿不錯的股票 值得去低階的股票 但是因為有其他更亮眼的題材 資金不會進去 但是一旦市場上開始震盪 資金自然會轉移到這類型 相對安全的題材往上拉 所以在年限之下 那或是說 不論說下週還是說 5月5號過後全新的行情 其實都是用這樣子的思維去做股票 那你會覺得說 其實大盤不論說怎麼走 或是說大盤在什麼樣的位階 並沒有想像中這麼的難操作 好 那接下來 這段行情 接下來其實我們在下週 調整持股過後 鎖定的就是5月5號全新的行情 佈局之後全新的標股 那接下來我認為 在生技醫療這一塊是很有機會 就像我講的 去年越不起眼的族群 在今年是越容易出標股 那你繼續回顧一下 在去年這樣子大多頭行情 我們先不去論說 疫情剛爆發那個時候 就先去看去年整個大方向 其實沒什麼在講生技 因為有其他更亮眼的股票 高速傳輸 元宇宙 誰會去買生技 不會 但是其實它的題材就存在那邊 那你去把整個月線格局拉出來看 其實生技現階段 目前機器是比較低一點 其實我在這邊指的生技 並不是說特別是檢測還是新藥 就是說整個生技醫療 像6850的光頂生技 這新貴股票 今天漲勢也是非常強 而且是在收盤過後才開始急 檢測這個東西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新的題材 但是重點是說 光頂生技它是 未來是打入所謂的唾液檢測 因為現階段的檢測套組 通常都是戳鼻子 這個東西在未來 要普及其實難度是比較高 其實如果說 不管是歐美地區還是全球 未來發展方向都是在唾液檢測這一塊 所以像這樣子 比較具有想像空間 就很有機會吸引到之間 包含像是2395的炎華 來去看 2395的炎華 它雖然說是電子類股 但是它有跟遠距醫療 去做一個硬體技術合作 也是有機會 包含像是4157的太景 新藥類流感抗病毒的新藥 解盲之後也是有機會往上拉 所以像這類型不論說新藥 還是說原料藥 還是說一些數位的醫療 這在接下來 資金會陸陸續續去擴散 尤其是說 在年限之下 它的想像空間比較大 資金就會進去 所以把握機會 如果你手上有這些股票 成熟製程面板 驅動IC跟記憶體 跟消費性電子 在下週這些族群的龍頭 都召開法說會 一旦有反彈直接換股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從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期見